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女人是被人说服 还有些女人是互动中的说服 总之这里的关键就是这两个字 说服 为什么将女人的动情称之为说服呢 原因主要有这几点 第一 女人对爱情的终极要求是踏实 可靠 认真 第二 安全感是第一位的诉求 第三 唯一和专注的爱意才是他们的最爱 有些男人其实各方面条件也很好 只是他们还有一个令人头疼的名字 叫做老实人 或者说是好人 这就是最要命的地方 也是女人爱不起来的根源所在 男女交往中真的就是应了这句话 称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有的男人爱慕你十几年 不仅陪伴着你的青春 还陪伴着你的状年 后来还见证了你的婚礼和玉子 或许他比你的爱人还要爱你 但是他太喜欢也太尊重你了 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 可谓是传统的正人君子 这就是他的失败之处 爱你是真的 不敢越界更是真的 如果他能再勇敢一些 或许你们就在一起了 可惜他没有 你说 遗憾吧 当然了 女人对于过分老实的男人 也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屡屡地给出暗示 却被他无情地忽视了 你说 谁还会在原地踏步地等候呢 换作任何一个女生 大概都会转身离开 既然不懂 既然不能回应 那就算了 或者到此为止 然而遇到这几众男人 女人将会毫无抵抗力 动情都是小事一桩 第一 癖坏男 让女人感觉到相处在一起 每天都很开心 都很有趣 关键的关键在于他们很仗义 很有担当 也很有责任感 第二 暖男 甭管这个男人是伪装出来的温暖 还是本身就很暖 女人多半都会为之好感 第三 霸道男 让女人有一种踏实和可靠的感觉 似乎有她在 一切都不必担心 不必害怕 因为她可以在关键的时刻 像个男人一样 撑起阳光明媚 女人的动情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 谁给了她安全感 谁给了她心安 谁就是她的盖世英雄 疲坏也好 温暖也好 霸道也罢 你总该有一样特质 令女人感觉到踏实和安稳 遇到这几种男人 女人将毫无抵抗力 动情也不在话下 一 疲坏男 这里的疲坏可不是所谓的破坏社会捣乱秩序 而是外表浪荡不羁 骨子里一抹正义 看上去很不正经 说话不着似溜 其实遇到大事情 第一个冲锋在前的人 这样的男人 他们的皮囊只是一种掩饰 内心里却比任何人都温暖和善良 只是他们看透了这个社会 看穿了整个世界 与其人五人六的寒暄着 不如放荡不羁 但是骨子里的那份真善美依旧在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着而已 跟这样的男人相处在一起 女人会觉得很快乐 而且有些事情一下子就想通了 根本没有必要纠结和苦恼 而且癖坏男人 还有一个很复杂的往事或者经历 当他跟你相处久了时 会主动地跟你分享他的过去和经历 以及坎坷和挫折 你还会发现 他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可怜和弱想 而且最值得疼惜和保护的人不是你 也不是别人 而是他们 世上的很多事物 因为我们始终得不到 所以我们学会了言不由衷 即使很想要 也会强忍着欲望 说一句无所谓 或者不需要 癖坏的男人大概就是这样子 他们很想要人间的大爱和温暖 可是一直得不到 索性他们呈现给人们一种放荡不羁的外形 其实他们才是最需要爱与疼惜的 他们的弱想和仗义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 令女人忍不住动情和珍惜 二 暖男 暖男绝对是女人的一种情怀 通常女人会跟别人说 他对我很好 所以他愿意接纳他的爱意和陪伴 你瞧 男女交往是一件多么简单的事情 只需要对我很好 也就足够了 日常生活中 对你好的人会有很多 但是这里的好会有千差万别 真正的暖男会让女人觉得 亲情所有的延伸和扩展 在他身上 女人可以看到自己被人珍惜和讨爱 被人偏爱和在乎 无异于找到了另一种亲情 所以他们会有冥冥之中的安全感 动情就是一种情不自禁的举动 很多男人会觉得 温暖这件事还不好办 不就是装模作样的对女人讨好吗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的 真好与假好 女人还是有分辨力的 毕竟时间从来不语 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当时间划过 假的终究是假的 真的也始终是真的 一切都骗不了人 暖男还会让女人觉得 他的陪伴不是随便的选择 而是特别的赠予 只给了他一个人 并且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淡 只会在时间的横轴上 越来越坚固 越来越执着 这一点很重要 也是女人最终笃定一生幸福的原因 三 霸道男 霸道往往会跟总裁联系在一起 其实真正的霸道之与女人 是一种担当和靠谱 责任感和踏实 在她的身上 女人可以看到自己被保护 被疼爱 她就像个拯救者一样 闯入了自己的生命中 不单单是来爱她的 还是来拯救她的 换句话来说就是 霸道男会让女人看到更大的世界 更宽阔的未来 还能让女人见识更多 遇见更多 还能在生活 学习 事业 社交等等方面 有所提升和发展 相比而言 霸道男人会以付出征服女人 与其说是女人动情于她 不如说是她们提前付出了很多 令女人感觉到自己很重要 更看到了她们的靠谱和踏实 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是她们在女人面前 没什么优越感或者自豪感 而是平易近人的态度 这也是女人最欣赏的地方 男人是现实的 女人是浪漫的 这种矛盾会让男女相处变得磨合不断 博弈不止 然而霸道的男人会让女人看到她们不在现实的一面 忍不住趋向于女人的浪漫 看似霸道的外表下 却拥有着一颗示弱和宠溺的柔情 这就是女人忍不住动情的原因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切皆有缘由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您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